他们都说让咱俩结婚 我说我们俩要结婚 不是早就结了吗 真的我俩要结婚早结了 还至于等现在 还用你们催 真的 是吧 人说让你唱个歌 算了吧 人家唱歌要钱 其实我唱歌挺好听的 唱歌真挺好听的 但是我不能 我得唱那种 就是那种 就是低一点 就是那个叫什么 就是不能太高 我这个唱不上去 低一点还行 Opera 2 Opera 2 有人在我们这一堆人 说让你唱歌呢 你每天是中午吗 还是什么 不是 我们就比较随性一些 就想起来就播了 不想起来就不播 无所谓的 没有人在你那边提什么要求吗 没有 我这到时了 惩罚到时了 他直接变成连线了 高级了 他直接连线了 你们俩一块吃个面条吗 哎呦我天 哎 你是有多烦人 你是有多烦人 老叶 他们找出一张咱俩小时候剧照来 是吃了什么 啊 咱俩在 这是猪脚面 在哪儿在船上吃面 我印象中是 不是 我告诉你这段情节是什么 我印象深的 这段情节是 是我 你还记得吗 我丢了 就是我是 然后就丢了 丢了以后 你们一帮人就去找我 找我以后呢 就终于在哪个地儿 给我们找了了 然后给我们接到那个船上了 你难道不是 离家出走吗 啊对对 离家出走 对对对 什么叫你丢了 对对对 应该是你离家出走 玩意说这个 找回来以后 要吃那个猪脚面线 所以咱俩在船上吃那个猪脚面线 猪脚面线吗 对对对 猪脚面线 猪脚面线 反正我不知道 我已经不太记得 具体是什么了 但是的确是有这么大的事 当时是在那个 镇江那个河上拍的吧 具体在哪儿 我也忘了 我也忘了 我也记得太清楚了 印象都不叫模 哦 有人提醒咱俩说对 说你还带着钱 结果出走了 说出走的时候还挺机灵 带着钱走的 太逗了 太逗了 对人说是 是猪脚面线 对对对 哎呀太逗了 哎你几点开始播了呀 11点半 哎 你没吃饭呢 我我最近 我胖最近 我现在 就隔一段时间吧 我就轻钻石一下 你知道吗 要不然我这个不行 岁数大了 但那个代谢代谢不出去 在家我运动现在也少了 我胖得特厉 真的吗 还好 有一段 有一会儿 咱俩上回碰见的时候 你不是那会儿 比较那什么一些吗 那会儿 真的就已经胖出天际了 那会儿都一百七日斤了 啊 一半 我那时候是你一半 哦对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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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啊 哎稍微要一点点脸 你就比我大几个月好吧 啊 然后 我从一百七日减到现在一百四十多 最近这几天有胖路 十天没出家门 这会儿不是正好是特殊时期吗 你在家里锻炼呗 哎呀 又没有那个心 那这事你说让我怎么说 老老老老老 说实话就是老老老老老老 不像以前 但是一直我 我反正是现在是每天睡醒了还锻炼呢 你跑步 我做我做普拉提 我做普拉提 所以相对而言 因为 什么 那个能 减肥吗 瘦身吗 还是什么 他其实是练你的小肌肉群 因为咱俩性别不一样 所以可能你更适合于有氧一些 你先把这个金属掉下来 你先把金属掉下来之后呢 然后你再去巩固你的肌肉 你们弄起来会比女性要更快一些 我现在就是 我现在就是 就是我有自己的一个方法 就是断糖加轻断食 断糖是肯定的 断糖是无论如何都一定要断的 很快 很快 断糖是特别快 我一个月20多斤 断糖是肯定特别快 对 对啊 这个很正常 你现在断的吗 你现在断糖吗 我一直断 水果是不是也断了 我水果吃的量是严格控制的 哦 那还行 对我一直严格控制 就不要吃那么多就是那种含糖的那种加工类的那种东西 我一直是这样的 因为我看你状态特别好 整个状态特别好 然后包括吃上面 其实我跟你说真的是七分吃三分练 就是你吃上一定要先注意 要不注意这个东西你再怎么练都不行 这个是实话 一定是把吃的 对 所以你断糖应该是断得住的 嗯 对吧 我是 我开始减肥 我肯定是纯断糖 断得特别特别严格 但问题是你得形成一个习惯 要不然你就是忽胖忽手忽胖忽手的 我是这样 就是我有的时候 就是有 你们俩不许打架 快 还要俩狗打架呢 俩猫打架 哎 你原来不是狗吗养的 我有狗有猫 啊 你又养了两只猫啊 哦 有狗有猫 呵 真好 我家动员的 哈哈 我之前养只狗都去世了 哎呦 哎呀 对 你上回不是跟我说你们家狗在的吗 是啊 情的时候 哎呀 这一屋不用提问 这个东西 20 20 2020年 2020年 两只狗 先后 是吧 那你不再养了 先后走走 养了后来又领养了一只 对 我当时本来也想也想也想领养的 但是后来当时实在是没空 没空就照顾不了他们嘛 然后我又不想说都丢给妈 或者丢给爸什么的 我就想说我自己想 但是没有办法 嗯 我是养狗 就是那么多年一直养 正好我一哥们 所有只狗 那这个 他那养不了了 然后给我 你那有转啊 嗯 就是 也是在屋子里 也是在屋子里 但是那个什么 就是遛狗的时候 然后在外面跑去 遛狗的时候让他跑 人说要看你 我们这一堆人说要看你们家猫 我给你拿过来 丢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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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蓝猫 捡的 小区里捡的 其实说句实话 我倒觉得说没有必要去 非得去买这些动物 其实有很多时候你去领养他们也挺好的 给他一个家挺好的 真的 对 很多平台动物 你忙的话或者是什么的时候 真的 有的时候你来不及 或者说你根本没有空去 去去去教育他们 或者说去养他们的时候 我觉得那你其实这样 我还不地不养呢 对吧 嗯 小猫很方便 猫啊 小猫很方便 小猫很方便 那个吃的水 把那个猫沙盆给他弄好了 你家有人 我们家没人啊 关键是 就是养猫 就是有一个你家家具就肯定就废了 真的吗 他去挠 你不给他买的那个魔爪子 那个吗 不有专门的魔爪子 那个吗 他有 他有的吗 他知道在那摸 他是 他是 到处去磨爪的 他只要碰掉了 他就去磨去 你知道 是那么多 那你这 那你就要么就横竖就豁出去了 那只能是这样 是不是 对啊 就只能是这样 那就只能是这样 狗还稍微好一些 哇 有人说 有人在我们这说 说他们家养的狗 养的迷你杜宾 我们家是杜宾 大杜宾 大杜宾 杜宾多帅啊 大杜宾 对啊 对啊 一对啊 没有一只 一只 你不是养个泰迪吗 我印象中 我养的是 之前那是巨型雪拿瑞 巨型雪拿瑞 对吧 巨型雪拿瑞 后来那狗 20年去世了 哦 反正我就领养了他 反正 反正说句实话 这个小动物一去世 其实就跟家里走口人似的 哎呀 哭的我呀 真是受不了 接受不了 对 就是突然 就少点什么 尤其从小不点 养到大的时候 最最最那什么了 最伤心了 嗯 是 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 你 你 你 我们 几点 我两点钟都得去那什么 那你去忙你的 然后今儿 不是咱俩正好碰上了吗 嗯 我两点钟就去做核算 我们小区就 就连着 已经第四天了 就必须得 全连着做 我们 我们好像是单 单号吧 我们是单号 我们是连着 已经 已经做了三天了 那该做还得做 该做还得做 你当时你就两点钟 你去做去呗 反正没多久了 嗯 当时你就去呗 嗯 大家发现 大家 那个什么 噔噔噔 噔噔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噔 OKOK OK OK 成 那你去呗 好 好 没事 没事 那你去吧 那你去吧 怎么 怎么退出去 这个 等会我研究一下 等会我看一眼 谁搞我怎么退出去 等会别着急 我搞一下 哦 结束PK是吗 行 我这就给你结束吧 你去吧 你去做核酸去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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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我肥男呢 哎呀 是不是都看我俩聊大天呢 拜拜了 他要去做核酸呢 对 都看我俩聊大天了 是不是 行了 业镜啊 业镜啊 业镜跟我一样大 业镜比我大几个月 嗯 这一堆人呼噜呼噜呼噜的 对 我们这儿 我们这儿小伙伴有点多 是不是 主要是我们俩 我们俩 哎呦 我得跟他有段时间没见着了 哦 谢谢 我们俩有段时间没见着了 嗯 都是因为 大家知道原因啊 嗯 我们俩都在北京呢 在北京 都在北京 嗯 呵 就呼噜呼噜的这一堆人 哎 我能申请下去吗 歇会 呵呵呵 啊 嗯 我能申请下去吗 呵呵呵 我们完生有了 然后就下 你们还没完呢 这个完生就下 好吧 再每一次 啊 还有这样的呢 啊 什么 他这边搞主播 暂时离开 谁写的主播暂时离开 哦 大家刷 刷屏刷的好多哦 刷的好快 你体重多重的 哦 问我体重多重啊 嗯 你是说我最重 还是说我现在啊 现在 现在 87 88 他胖了一斤啊 鸡肉 鸡肉 哦 我锻炼起来长鸡肉了 哦 我把掉的那些肉 紧了紧 我现在80 87还是828斤 嗯 是这样的 嗯 细地 细地 哎呀 实话跟大家说 我都不太想说了 放开 放开了 说一下 那你要先挂吗 嗯 好吧 因为刚才好多还不知道怎么 平时我们怎么看 我们先点亮一下我们的粉丝 弄牌啊 嗯 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 对的 这还瘦吗 我不瘦啊 我不觉得我瘦啊 对 我主要很健康就好了 这跟金属没有关系的 这主要看你身体的这个承受能力 能不能够健康 对 嗯 我想吃饭 我还没吃饭呢 所以我来说吗 介绍 嗯 他们又逼着我说 对 都有人替我回答 我就可以不用说了 是不是 嗯 我们新进来的 没有点亮粉丝灯牌的 我们来点亮一波粉丝灯牌啊 对 新进来的 我们来点亮一波 嗯 听体重很 很轻 对呀 还行吧 80多斤不是很正常吗 嗯 不 1米6 80多斤不是很正常吗 对吧 对啊 哦 老叶 我刚跟老叶连完线 我刚跟老叶连完线 边吃边 不能边吃边聊啊 他去做核酸去了 嗯 孩子们重新 这位大哥举着手机跟我一块是吗 那多热闹 那得多好玩啊 嗯 是不是 来我们来再给大家 因为刚才好多 回来的 对啊 有小伙伴们吗 民族哥你还在呢 你真棒 你真棒 民族哥今天起的有点晚 民族哥来的晚 对 来的晚 来的晚 嗯 嗯 民族哥来的晚 嗯 其实你就要养成一个比较良好的生活机会 先不说别的 我先跟大家说说我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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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念 首先第一点 这个瘦跟不瘦的问题 你一定要做到是什么 匀称 S 细和粗的问题 哦细跟粗的问题 细跟粗的问题 哎呀妈 差点又美归 S的问题 对就是S的问题 首先第一点你要记得 这件事情要做到什么 穿衣显S 哎 哎 拖 哎 拖衣有肉 对 拖外有肉 哎呀妈 这话说的 穿外 显S 拖外 有肉 明白了吗 这是我的一个概念 然后呢 就不要光去单纯的追求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细跟粗的问题 你知道吗 但是你一定要健康啊 是的 你不健康 穿外全是小白呀 我们真见过那个迎风倒的呀 那是真叫一个细流啊 但是问题是 那个身体不行啊 对吧 还有一点呢 就是包括说 这个人的精神状态的问题 就是生理年龄 你是没有办法去控制的 对吧 而且每一天 谁都是在长大的 所以那你只能控制的是 一个你的精神状态问题 那我的概念里面呢 首先第一点 人得睡好咯 这是第一点 因为你只有在睡觉的时候 才能帮你 就是怎么讲 去帮你去 去积蓄一些能量 然后去帮你去调整一些身体上面的东西 帮你修修一些你的一些问题 对吧 再来一个是什么 就是女生要喝水 女生要喝水 然后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水 之前老有人说每天要飞 非得要喝够多少多少杯 不是这个概念 就每个人身体不一样 你这点得承认 对吧 然后不是说每个人都要硬性拿一个标准去衡量 说我每天一定要喝够多少多少水 是不是 就是说你只要喝够 你自己认为够的量就OK了 没有必要去听他们说 我非得每天喝够多少杯 对吧 再来一点是什么 心态得好 对吧 心态要好 首先第一点 你不要老是处于一种特别 叫什么 焦虑的词能说吗 焦某虑吧 焦某虑这个情况下 就每天天天的就是说 我在自己的世界上 就是我已经四十几岁了 我非要去跟那二十几岁的去PK 别数字框住了 你PK个啥呀 对吧 首先第一点 这件事情有本让那二十几岁的时候 到四十几岁的时候 依然有你这样的状态 这叫厉害 知道吗 剩下都是瞎呗 真的 然后再来一点是什么呢 没了 三点 我就说完了 三点 已经说完了 对吧 听见我刚刚说的吧 睡觉睡好了 然后喝水喝好了 然后再来一个心态调整好 就都OK了 是不是 剩下那些都不是最重要的 你知道吗 你去跟人家PK什么多大年纪 没有任何意义的 知道吧 对不对 所以我就跟你说 你就每天养成一个良好的 一个生活习惯 然后呢 到一定岁数的时候 适当的吃一点补充剂 这是没有问题的 你知道吧 在这种情况下 你把身体状况调整好了 说你不年轻谁年轻 对吧 就是这样的 明白了吗 就是 这粉丝谁来 二十几岁过呀 对吧 我们还都出生的时候 只有七八斤中呢 对吧 比那个干嘛呀 没有意义的 是不是 说的好 所以我一点都不介意 说什么什么 谁谁谁 多大年纪 怎么怎么着的 就完全都不用 不用不用 不用关心这些事 知道吧 对 然后来您给大家说 您每天早上起来 除了 刚刚说到喝水的问题 醒了之后 先多喝一点温水 我跟大家说呀 醒了之后 大家一定要养成习惯 就喝一杯温水 喝一杯温水之后 其实可以帮助你身体 哎 迅速的 唤醒一下 你知道吧 要不然你处在一个比较 就是沉睡的一个状态下 是不是 然后这样的 其实你就唤醒了 唤醒之后 也补充一些水分 然后再来 你像我每天啊 我跟大家说 然后我就开始吃 空腹吃一粒小绿 然后呢 大概等个 五到十分钟 在屋里晃悠一晃悠 玩回手机呀 或者干嘛的 对吧 看看新闻呢 是不是 然后就开始运动 每天运动半个小时 空腹啊 我是空腹的 然后运动半个小时 再来一个呢 运动完了之后 我再歇一会儿 歇一会儿之后 然后就开始吃饭 吃完饭之后 我再吃两粒小红 然后该干什么 干什么 这是我每天的一个节奏 对吧 真的 你不用去关心 就是到底是怎样的 谁都是往 岁数是往大了长的 对不对 就是 再说 你去跟人家小孩比什么呀 对吧 谁都有老的那一天 对吧 你就跟你同龄人相比就好了 你只要跟你同龄人 是相比你显得年轻 八到十岁 你就赢了 知道不 嗯 是不是 有人说我们八零后是很高达上的一代 说得好 说得对 嗯 对啊 哎呦我都服了 怎么又一个啃黄我的呀 你玩不太醉了 你看你刚带的 就是 对啊 对来我们给大家来看看小绿是干嘛的啊 我们刚才有很多粉丝 刚刚 就是干脆啊 我就不跟大家说是干嘛的了 嗯 然后你来负责说行吗 我就负责跟大家聊 我负责跟大家聊会天 是不是 对 小金自己一直在吃的啊 小金自己一直在吃 吃了十七个月 每天早上起来 每天早上起来 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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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起来 除了喝完温水之后就开始 就开始吃我们的这个 澳洲的小绿啊 嗯 小绿是帮助我们这个大啊 对 这是 这是它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功能 对吧 嗯 我俩刚连完线 我俩刚连完线 一看你就来晚了 对 对的 一看就是来晚了 你提的建议我们已经做过了 嗯 我 我是80年的 老爷也是80年的 老爷比我大几个月 完了 把老爷给卖了 就大几个月 老爷就比我大几个月 但是它是因为在九月前 所以它上学比我大一级 哦 对 它在九月前生 我九月后生的 嗯 所以就是年 学校差一 嗯 没错 年级 对 就差 它比我高一个年级 因为它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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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它的那个月份比我大 嗯嗯 老爷跟我一年的 嗯 你们都出的这个馊主意 对刚刚有人问那个小绿怎么吃啊 小绿 像像像跟那个小金一样吃法 我们早上起来喝完水之后 嗯 先空腹 空腹 不吃不吃早饭的情况下 先吃两粒 吃完两粒之后 就可以去做一些运动啊 或者干嘛 有人送了个小兔兔 哎好可爱的小兔兔 民族哥吧 民族哥赢了 对啊 我现在就是这样一个状态 而且今儿我连妆都没化 我连口红都没涂 对 关键我也没想到老爷在那直播呢 对吧 老爷直播 他们所有人都劝我 让我跟他连个线 然后呢 我发信息给他老爷没理我 估计还在播 所以我就点开了 最后跟他连了个线 对 对 那个谁刚 高某某的那个问题啊 嗯 你说的那个是对的 对 有些不太好的人是不能 哦 空腹是吗 小绿吗 对 小绿空腹没有问题的 是小绿啊 你刚才说的那个高某某的原因 那个那个问题啊 是可以吃的 然后这个小绿还可以帮你 把这个树植啊 往下走 对 知道吗 你那个问题 因为你这个问题吃完了之后 你的红热反应会反射在你的脸上 还有你的耳朵上啊 如果你有这个三高高的这个问题 你的这个脸 还有你的耳朵 就会有一个15到20分钟的一个红热反应 嗯 然后退去了之后 你就可以 哎 哎呀 老爸你来了 恭喜你啊 恭喜你啊 恭喜你 可以吃啊 那个鹿 恭喜你啊 恭喜你 鹿可以啊 可以的 没有问题的啊 嗯 对我直播比较随性一些 想起来就播 想不起来就不播 吃黄瓜的同学 那 那 直接插就行了 我 我是80年的 老爷跟我一年 那时候 我管他叫老爷 他管我叫老金 我俩都是这样的 然后我俩从来没叫过小金和小叶 嗯 我俩从而以老先说起 真的 我俩可 我们小绿是 今天的基础是这样的啊 对我一直吃呢 小绿我是吃了16个月 嗯 嗯 对 确实是啊 他是 因为 因为小金在试小绿之前 是因为他的这个整体的这个状况 不太那个OK的 我跟大家说就是 我在 我是2020年的冬天 我开始吃的小绿 那个时候 我跟大家说真的 就是我那时候特别忙 忙到就是三档节目一起播 而且每一档节目录的时间很长 而且我还得来回来去的跑 就是 北京跟外地我就来回来去的跑 而且他有一些节目吧 就是说你还不能上来就去录 你还得有一个排练的一个时间 所以给我撑的那个 就特别累 你知道吗 就每天我的精神就已经跟不上了 而且我们工作强度又大 你得随时的注意力一直都得在那儿 所以后来呢 到了 那时候我就已经觉得我身体盯不住了 你知道吗 我身体已经盯不住了 再来呢 我那时候就 朋友就跟我说 说说 他看见我之后 我那个时候 我整个是这样的 我眼都睁不开了 你知道吗 然后他就跟我说 说 哎呦 说那我给你推荐一个补剂吧 然后他就跟我说 说你试试小绿 我说 真的吗 然后我就说 那好吧 我先试试看 我当时的目的特别简单 我当时的目的 就是为了能够让他帮我把这个 起码录制那几个月的时间 让我扛过去 你知道吧 我当时的目的特简单 后来结果一吃 我发现 他不仅帮我扛过去了 再加上他能够帮我调理一些 帮我调理完了之后 我自己都踏实了 踏实之后我就可以 我刚跟老爷连来线 然后踏实了之后呢 等于我会发现 他对我来说是有帮助的 所以我就一直吃 吃到了现在 这是我当时吃小绿的一个原因 知道了吧 哦 谢谢大家 然后大家刷屏的时候 稍微说慢点 这样我还能看得见你们 你知道吗 老爷没结婚 老爷结婚了 我也不确定 他当时跟我说的时候 他没结 我这个 不是太确定 但是给我 如果接了没邀请你 他要接了没邀请 我就去砸场的 你知道吗 应该是没结 要不然他肯定告我 他不会短了我这份钱的 你知道吗 老爷没结 如果接了 他肯定通知我 然后呢 估计我那份子钱 他肯定不会少收的 是不是 对 一跟二是一个 就是数量上的一个区别 数量不一样 数量上的一个区别 我们一号 我们一号链接 和二号链接 是评书不一样 我们今天 刚刚好多人问 那个发不发货 我们今天小绿是预售 对 小绿是预售 所以大部分的地区 都是可以 都是可以拍的 一周到两周 就可以给大家发了 然后如果是因为 城市生病的那个问题 就是等这个病好了 等他过了之后 就可以发给大家了 知道了吧 对 小绿是 小绿是干嘛的 来给大家说说 他刚刚说了没结 是吧 对 我就觉得他没结 要不然他的话 他不会放了我这份 放了我这股份的钱的 嗯 对 小绿 小绿的问题啊 小绿拍的一号链接 一定要把数量变到三 其实我们让小助理 随时跟大家说 小绿是什么东西 好不好 嗯 然后他是帮我们 把身体调整一下的 然后往回退 你知道吧 这样就可以呈现出一个 比较年轻的一个状态 明白吧 因为其实小绿最好的一点 是什么呢 就是包括你身体 是哪里有问题的时候 他就可以帮你修修哪里 就跟说你们家 有一专属的管家似的 进来之后一进门 说呦 您家这个墙皮有点脱落 我帮您修个墙皮 对吧 马桶有点毒 我帮你通通马桶 嗯 如果您家再放眼一看 啊 您家其他地方都没有什么问题 那我就不碰 他是这样的 你知道吗 那至于怎么来跟你修 他就哪里有问题的时候 就比方说 哎 我那个时候吃啊 我跟大家说 我这耳朵红的呀 我天都快炸了 就那个时候 后来我就问他 我说耳朵这么红 这么红还特别烫 然后他们就说 说熬夜造成的 就是老 呼呼的比较晚 造成的是这个样子 还有一会呢 那时候我老说 那时候我脖子 脖子特别红 我就认为是什么 就是我老说话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原因造成的 后来他们说不是 他们说根本不是 不是你用嗓子的问题 他说你去看吧 说你去看看白大罐 说不定还有别的问题 结果我转一个礼拜 我就真去看白大罐了 然后就说我这儿 就在我不疼不痒的情况下 他有一点点脂什么气 什么管什么什么火火症 明白了吧 然后我跟大家说 这个东西还有一点 当时我身体的什么免 什么能力特别 就是比较往下 你知道吧 所以我手上当时长了 好多那种小水泡似的东西 就是大家所知道的什么 湿什么什么那个东西 你知道吗 然后吃完之后 我特别痒 我自己在那儿挠 可以的 岁月如歌 可以的 可以的 没有问题 然后呢 当时呢 我吃完了大约能有个 第一瓶我吃完了之后 就会好一些了 就会比较好一些了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 我就会一直吃 后来几乎就没有再 再出现过了 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情况 对就偶尔的 比如说像说 对现在都不能说 我告诉你 大有左 我之前又被判违规 就是这个原因 真的都不能说 知道吗 反正你们领会精神就行了 知道吧 就是那个东西 因为我们之前 我们还有一个 那个同事的妈妈 她更严重 你知道吗 她基本上就是 换季的时候 整手都是 而且就是 就涂什么东西 都不好用的 她那个时候就是这样 后来吃完了之后 你看 她整个这个 退掉了这个 这个之后 重新长的皮 红不说 然后这个 这个皮的问题很严 对 然后吃了 吃了一个月的小绿的话 你看 因为这个问题的话 就是很反复 每到换季啊 或者是 她不好好 你知道吗 来回来去的 嗯 可以的啊 可以的 真的 可以 男生可以吃 没有问题 这不限男性女性的啊 嗯 男生女生的都可以 嗯 都可以 都没有问题啊 这个是小绿 包括 哎 我跟大家说 女生啊 如果你的姨妈 不够准 你可以试试看 因为我周围我们同事啊 去吃我们的那个小伙伴 去吃的话 大约一个月到 因为每个人身体不一样 你知道吗 然后每个人身体不一样 她是大概 两个月左右 她就调整过来 就是相对人 是规律化的了 你知道吗 然后呢 今天小绿 因为是预售的 所以她不会限制一些地区 你知道吧 嗯 对 然后 拍不了 没事 你换一个地址 换一个地址 数量加三啊 数量加三 知道吧 不含啊 那个烦 你说那个不含 这个东西 我跟大家说